天使刚刚意识到一件事 上帝是个变态 而撒旦才是脑子正常的 他怎么想都不理解 既然不让人类吃苹果 为什么在伊甸园里种苹果呢 这是一棵嚼眼欲滴的苹果树 邪恶的蛇诱惑下娃吃掉苹果 从此人类枝木怀孕了 他们走出伊甸园 天使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恶魔说 他搞不懂上帝在想什么 也不知道上帝要搞什么东西 创造两个光溜溜的人 关在这里 这就是上帝的恶居味吗 天使刚刚把自己的烈焰之剑 交给亚当和夏娃 马上要天黑了 他怕人类被冻着 没想到亚当反手就用烈焰之剑 杀死了一头狮子 恶魔开玩笑的说 谁知道呢 也许我做了好事 而你做了坏事 公元前不知道多少年 上帝觉得这一批人类真是没救了 就决定重启一下地球 只安排诺亚建造方舟 保留一点点人类的存在 剩下的人全都淹死 恶魔都很惊讶 这么狠的事一般由我们来 没想到上帝竟然亲自来 又过了很多年 在亚瑟王的统治下 人类过得还算幸福 撒旦不能做事不管 他派恶魔去散播仇恨 罪恶之族刚踏足中原 就碰到天使满世界散播和平 这一来一回 他们就这样善恶相抵 KPI一次也没达标 天使恶魔成天的朝夕相伴 不可避免地成了彼此最重要的好朋友 在天使陷入麻烦的时候 不管恶魔多么讨厌教堂 他都是赶到现场去帮助自己的好友 如果恶魔想要圣水 天使也会冒着被上级发现的危险 为他偷偷打满一个保温杯的圣水 恶魔给自己在人间起了个花名 克劳利 今天晚上是和同事们做分享的日子 白猫说自己诱惑了一名牧师 让他沉迷女色 黑猫说自己诱惑了一名政客 让他开始大贪贪 克劳利说我今晚切断了伦敦城里所有手机的网络 黑猫和白猫没有理解这件事多么震撼 他们递过来一个篮子 里面就是大决战的必胜武器 插播一下大决战是什么 就是上帝和撒旦的一个约架 约好6000年之后打一架 谁赢了谁当老大 如果大决战之中世界毁灭了 人类灭亡了 那就再造一遍 克劳利也没想到 6000年这么快就过去了 上帝和撒旦真要迎来大决战的那一天 自己还是很喜欢人类世界的 真要毁了他们 还有点舍不得 但是主子的命令不得不停 克劳利只能行动 今天晚上在修道院里 有两个男孩要出生 平凡小夫妻的男宝宝A 国务院议员的儿子B 克劳利带来撒旦之子 毁灭之王宝宝K K本来要和B进行交换 但是傻乎乎的修女 不小心换错了A和B 结果毁灭之王K 就被一对平常小夫妻带回了家 这件事 克劳利不知道 他工作一点不认真 就导致所有恶魔都以为 一元夫人带走的就是毁灭之王 殊不知他们的太子爷 被带回了宁静的偏远小镇生活 第二天 克劳利找到天使阿菲 他不想世界末日 人类都毁灭了 哪来的寿司 哪来的小麦果汁 哪来美妙的音乐 克劳利提出了一个想法 既然你和我都不想世界末日 我是恶魔 必须听撒旦的 你是天使 必须听上帝的 那我去教撒旦之子邪恶思想 你为了阻止我 就去教撒旦之子善良思想 咱俩极限一换一 这样撒旦之子既不会变坏 也不会变好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看这怎么样 被他这么一绕 善良单纯的阿菲 立马同意了 五年后 恶魔变成美艳的保姆 天使变成朴实的园丁 他们都来到一元家工作 园丁教会一元儿子 要善待一切动物 尊重任何生命 保姆教会一元儿子 你只有看到鲜血 创作毁灭 这样才是男人该干的事情 时间一晃过了六年 当年的三个孩子 都是一岁了 十一是一个特别的数字 是5989 距离6000 刚好差的数字 本周就会迎来 世界末日的大决战 天使和恶魔都开始准备 为全宇宙最大的约架 找兵买马 在克劳利和阿菲的 努力培养下 一元儿子真的很普通 每天只想着玩手机 既不是好人 更谈不上大坏蛋 一元儿子生日那天 地狱里释放出地狱恶劝 按正理说 他应该奔向自己的主人 帮主人召唤来自深渊的罪恶火焰 天使和恶魔两边都以为 他会奔向一元儿子 但此时 地狱恶犬奔向一片宁静的伦敦郊区小森林 他还贴心地变成了主人最喜欢的样子 没人能想到 真正的撒旦之子 毁灭之王 正在森林里 开心地给小狗挠痒痒 撒旦的手下瞬间慌了 怎么回事 说好了地狱烈火呢 现在怎么连个火星子都没看到 上帝那边倒是很冷静 他们看对方望人间 暗插毁灭之王 一桌被召唤属于最终的秘密武器 天使四骑士 第一位代表战争的红女巫 他经过的地方 原本不非常同事的人 或一马高光阵 空门运进去 战争结束之后 没有胜者 是瑞士的手机枪者 市中心的超高级餐厅里 天使四骑士之二 饥荒也开始行动 他最喜欢看有钱人 在餐厅里吃不饱的样子 饥荒喜欢发明 各种非食物类的食物 用各种化学品 模仿食物的味道 但人花钱 摆了这样的东西吃 是会饿死的 他也会传播饥饿的思想 到人的大脑里 就算多少食物摆在面前 还是有人会自圆饿死 第三位骑士 是唯一的继承人 污染 他引起的人口灭亡 和战争饥荒一样多 而且成本小 效率高 随便找一个水源 就可以造成大规模破坏 第四位骑士 死亡 他人如其名 谁碰到他 可以无论谁去世 此时 撒旦之子已经开始慢慢觉醒 某天 他把小伙伴都绑在身边 所有人都停止谈 试试 酝酿一场有趣的末世游戏 撒旦的下属们 在世界末日六小时之前 选择了一片进行毁灭的绝佳地点 撒拉拉大沙漠 他们设局把国会议员叫过来 因为这些恶魔认为 议员的儿子就是撒旦之子 虽然地狱恶犬迷路了 但应该没什么影响 可是到了地方 这位小少爷对恶魔说 恶魔怎么想都不对劲 他们终于搞明白 是克劳利当年换错了孩子 气势汹汹地上门找他算账时 一开门 上帝的生水直接洒下来 倒霉同事当上灰飞烟灭 另一位同事 看穿克劳利手上拿的喷雾 并不是生水 他想猛扑过去 克劳利重整时机 划成信号 从手机里逃跑了 阿菲那边直接联系了上帝 却只见到了上帝的发言人 他只能说 自己在一本预言书里 找到了撒旦之子 现在在哪 不用毁灭世界 就可以救下所有人 发言人说 终点不是不打仗 而是在和撒旦的战争中 去的胜利 杀死末日之子 这种懦夫行为 你怎么好意思 对上帝说出口 你不用再说了 代言人离开之后 一位路过的驱魔人 不把阿菲当成了恶魔 稀里糊涂 把他驱逐回天界 结果导致 阿菲的身体被分解了 他只能以灵魂的形式 找到克劳利 告诉他撒旦之子的位置 找到他 我们才能阻止这一切 接下来 阿菲付到一个神火的身上 只拜他 骑着小摩托 去找撒旦之子 克劳利也开着烈火兵力 朝目的地紧发 此时 天际四骑士 齐聚小镇上 他们四个 全定了美军的空军基地 这地方 看起来平平无期 但却能引起 全世界的大崩溃 首先 四骑士 进入空军的秘密控制区 污染 向电脑里植入病毒 控制了全球的电力 紧接着 让核无期弹头 全都准备好 还有各种 会辐射个几千年的核原料 也随时准备往人堆里送 战争和大毁灭之后 饥荒登场 它会让冬天延绵不断 到处都是寒冷和饥饿 真正的大boss 四王 会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撒旦之子也赶到了 再过一小时 核弹就要全世界范围内 互相发射 但是小伙伴们 不喜欢他这样做 经过一阵内心纠结 撒旦之子 又变回那个温柔的孩子 看到撒旦之子人出无害的样子 可劳利和阿飞都不忍心下手杀他 现在是撒旦之子选择的时候了 是选择和小伙伴们一起留在地球上 还是火通天启四骑士 一起毁灭地球呢 小伙伴们先冲上去 随着天启四骑士被三个小孩子 加一条小狗搞定之后 核弹也不用发射了 世界末日的计划被终止 天使和恶魔们打不起来 撒旦震怒 他要灭了自己的儿子 但根本不顶用 你不是我爸 尽管他身体里流着撒旦的血液 但被人类爸爸养大的孩子 才不会像一个红色恶魔叫爸爸 也不会帮着他毁灭人类生活的世界 末日的第二天 所有东西都被恢复了 死去的人被复活 就连兵力都恢复成了崭新的样子 撒旦之子还是爸爸妈妈最喜欢的孩子 每天领着地狱恶劝在小花园里玩 但是对人类来说 最大的两个恩人 阿斐和克劳利就没这么好过了 他们分别被打晕带回了本部 两个人都要被处死 阿斐面对着地狱之祸 克劳利面对着最盛绝的圣水 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克劳利泡进圣水之后毫发无损 阿斐走入烈火之后一点都不热 两位好朋友想去公园 他们觉得经过这么一折腾 天界和地狱都会拿他们没办法吧 然后握手互相恭喜 在这一瞬间 他们变回了自己原来的样子 这也就是他们根本不害怕 圣水和火焰的原因 撒旦之子和克劳利也都明白 天人魔三界的大战 不会这么轻易的结束 这场延迟只是真正大战的前奏 那有什么关系呢 抓紧时间去享受红酒吧 广场上的鸟儿还在割伤 没有时间悲伤 享受还来不及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